你曾经在婚姻中有面临到一些困难 学得知道更好的两性相处的时候 其实你的条件比一般的女生还要好 那张离婚证书表示什么 你就是考过试的嘛 考过试的有认证啊有证明啊 同学不要担心 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离婚了 什么样子的人都可以再找到新的好的姻缘 好 大家好 今年因为所有的人都有一支晴阳星在他的流年夫妻宫 所以今年有很大的特质就是 容易闪婚 闪恋 也容易闪离或闪分手 就有同学反应说 老师你那个前面都讲了说 那我容易闪恋啊 我会怎么样碰到 不要碰到渣男啊 我要怎么样找到好的姻缘啊 对不对 那如果被分手或离婚的怎么办呢 当然同学不要担心 俗话说得好 只要对象来得快 不怕分手受伤害 所以呢我们只要赶快找到下一个对象 那那个不对的人就赶快让他走开 这是好的事情 我们曾经有学员或者有粉丝 有反应过说 老师你不懂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男生也许他只要事业不错 那可能他都还是很容易 可以找得到再婚的机会 那女生呢只要他离了婚 即便现在是一个已经算相对开放 我们那个同志都可以结婚了 可是在华人社会里面 女人离了婚好像就是比较叠价一点 虽然我个人不这样觉得啦 或者是说女生只要离了婚 然后带你个小孩 那不只是叠价 简直就是叠到地板价 如果以股票来形容 那已经不是鸡蛋水胶库了 那已经是全额交割库了 很多女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同学不要担心 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离婚了 什么样子的人都可以再找到新的好的姻缘 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像我们常说 人生绝对绝对 我们在面对命理这个技术的时候 不要看着命盘来讨论诗亲 命理学是科学的 它基本上就像我们的GPS导航地图一样 你不会在开车的时候盯着导航一看 那一定出车祸嘛 对不对 通常都是我们看着路怎么开 那觉得我应该要左转还是右转的时候 到底该不该上高架桥还是下高架桥的时候 在不晓得该要怎么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大航的地图 应该怎么办 所以呢 其实对于命理学应该也是这个逻辑 当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做对不对的时候 我不晓得我这个速度超车之后会不会超速 然后会不会开罚单的时候 那个地图会告诉我们 地图会告诉我们 绝对不是看着地图走 在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有一个女人离了婚 然后带了小孩 她要怎么样去找到她自己的市场定位 通常我们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说 第一 女生碰到这种情况 她会先对自己没有自信 那如果我碰到人家 她这种希望要能够结婚生小孩的 那她就会看不上我 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比人家差一点 错了同学 你在挑选对象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自己的条件是什么 然后再去看看你适合哪些人 那你如果看清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市场里面 那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人会喜欢你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是 你自己个人本身是不是一个比较开阔的个性 或者是一个懂得去了解自己优势地方的这样子的个性 如果你一直想的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 或是一些比较觉得自己不好的这样子的个性特质的话 那相对来说你就会比较不容易 因为你已经帮你自己斩断了很多你的机会了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男人 他也离婚啊 他老婆不要他 那他怎么办 对不对 他可能年纪很大啦 他可能自己有小孩 他也没有打算要再生一个啊 他可能呢 因为很要忙于事业 他没有办法去跟那种很年轻的女生在一起 因为那可能要陪伴 他希望有一个懂事而成熟的女人 这个时候你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好的对象了 你的优势可能就可以让他觉得说 其实那个反正我现在也不想生了 那帮你带你的也很好啊 而且我跟你讲同学 通常这一类的人啊 他都是事业状况还不错的 这些对象他人生自己本来有些 自己要追求的目标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小孩 其实你对他来说 你可能是一个更成熟更懂事 你曾经在婚姻中有面临到一些困难 学得知道更好的两性相处的时候 其实你的条件比一般的女生还要好 那张离婚证书表示什么 你就是考过试的嘛 考过试的有认证啊 有证明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比那些完全都没有经验的不是更好吗 你要用这个角度去发挥嘛 所以呢 我们从个性面来看 什么样子的人呢 有这样的特质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相对来讲 他比较容易找得到他人生的第二春 个性上面我们讲说 在主要斗数上面啊 宫位表示你的时空环境 而时空环境之内 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内 展现出来的特质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 这些事情里面展出来的个性跟特质 是用心药来表示 我们这样讲感情 讲婚姻 当然讲的是夫妻宫 那除了夫妻宫之外呢 本身自己的个性特质也算 所以你的命宫跟夫妻宫 命宫跟夫妻宫 当然我们要考虑对宫 迁移宫跟官路宫 如果说本身就是桃花星 本身你自己在情感上或个性上面 你会比较愿意跟异性接触 你会比较希望感情的建立 那这个时候呢 通常你散发出来给人的状况 也会是比较积极而正面的 那桃花星会有哪些呢 巨门 天童 天象 破军 贪狼 太阴 这六颗 但是呢 在这六个组合里面呢 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啊 在这六颗组合里面呢 如果说 如果说你的命宫跟夫妻宫 有放了陀螺星进去 或者是这六颗星里面呢 有产生化际或化科的情况 化犬有时候也会啦 那大部分都化际或化科 那这会表示说 你虽然具备桃花星 可是呢 你对于这个 你期待因缘的产生 期待跟异性之间的关系 这过程中间呢 你会有很多自寻烦恼的情况 你会不晓得说 哎呀 我到底该不该这样做啊 哎呀 我到底该不该那样做啊 哎呀 这个到底好不好啊 没有办法理性的去判断这些事情 没有办法理性的去找出 你真正适合你的人跟你要的人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你就要去想啊 感情啊 所有的感情其实都是被建立在理性上面的 我们常谈爱情跟面包 有没有办法两者兼得 我一直都相信啊 没有面包爱情都是假的 对不对 这些问那个还没有离婚那些都知道 或者你就是因为这样离婚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当你在寻找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你还是用爱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呢 你不是用面包的角度呢 那我当然不是去呼吁说 爱情里面一定要去重视金铅 爱情的产生是要 或者是婚姻的产生是要让我们在生命中 有另外一个可以丰富我们生命的陪伴我们的人 那如果说这个人呢 跟我在一起之后还反而造成我吃不饱 那怎么可能是陪伴我 也就是说我去寻找这段感情的目的是希望 我的路上有人陪我一起走 结果这个人掰他 那你去找他干嘛 这个是我们常碰到很多人来算命的时候 跟我们讲说他老公只要不喝酒打他 其他都很好 喝酒打他就不行啊 对啊离婚了我就没有一个家 不是啊你家里面啊 家这个知道吗 家就是宝盖头下面有一个臀 家里有猪有的吃就是家啦 不是有一个男人才是家 尤其如果这个男人呢 真的像是猪 你又不能杀他当猪肉 有安全感才会是个家 而不是有一个男人 尤其是一个废渣的男人 因此啊从任何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都可以知道啊 爱情跟面包他不是一个二选一的关系 他是一个阶段性的关系 我要先有面包才能有爱情 那除此之外呢 那个爱情最后都是崩溃掉的 因此呢有这些陀螺或话剂的时候 这样子的命格的人他通常就会比较 没有办法在这个状况里面分得理性的去思考 跟分得很清楚 那你当然就容易找到不对的人 所以刚刚那些星药 本来他如果单独的在那边 或者他碰到有红蓝天使 或者是他碰到有话露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他都属于表示说啊 他在情感上有所追求 有所追求 他就会去突破困难 他就会找到他适合的市场 所以通常他就会比较容易 但是呢 如果他碰到有陀螺心 或者是话剂出现在工位内 比如说他男话剂 或者是他男跟陀螺放在一起 或者话科 话科表示说 你虽然对于感情有所期待 可是呢 你会很重视 感情对你带来的面子 就会变成是说 如果你 你在乎的是这个男人要长得帅啊 可是你已经56岁 快60岁了 还带着一个大学的儿子 然后你还要在乎这个男生长得帅不帅 这很容易就找到小白脸不是吗 像这类可能要注意啊 像这类可能要注意 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啊 这不只是本命盘 不只是本命盘 有可能出现在预线盘上面 预线盘的部分呢 有长期在观看我们频道 大家应该都会照 简单来讲就是 你命盘上面呢 每一个工位 好像这样每个工位 那工位的名称 他会有一组数字 那组数字呢 可能是 可能是3到12 或者是24到33 这样子 就刚好 刚好这样两个数字 这个啊代表的是啊 你在啊 比如说24岁到33岁之间 这10年会发生的事情 这组数字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时间你的命宫 然后逆时针两格就是夫妻宫 这是大限的命宫 大限的夫妻宫 如果说呢你在这个时间点之内呢 你有桃花星在里面 而且没有碰到我所讲的 有陀螺或化际的情况 那通常你也会比较容易找得到 比较容易找到 那不是说 不是说有陀螺或化际就不容易找到 而是说你容易找到不对的 因为你那时候没办法理性思考 如果你可以理性思考 那当然也是OK的 这个是就个性的层面来说 这个层面包含你天生的个性 本命盘上面的命宫跟夫妻宫 包含大限的个性 我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可能在20岁或30岁的时候 你很清楚知道说 哇我就是一个很正的妹啊 然后那个男人呢 就是要对我很好啊 然后我也懂得怎么控制我的男人啊 结果离个婚之后 你现在是第四第五大限 你已经快要50岁了 你就突然觉得说 哎呀那个我现在变得条件很差 那只要有人要我就好了 可是我还是要长得帅哦 最后结果就是啊 就是个小白脸啊 你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影响你的感情价值观 所以我们要同时看本命的那个价值观 跟大限的那个价值观 那很多人会忽略了 那个我们会有这个 因为时间影响而影响我们的感情价值观 这件事情忘记看了大限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通常当然我是建议说 如果你是陀螺心在那边 建议就那个时间就比较不要啦 因为很多人就找错嘛 那不然或是你认真看我们的频道 学的比较理性一点 那状况也会好一点 那还有个情况是什么呢 还有个情况就是运势 运势 那运势这边呢 单纯指的就是在运献的夫妻宫里面 我愿意有接触新的感情 我也可以理性的思考 然后呢 我也很有自信 我相信我现在呢 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 可是实际上的情况呢 我就整个大限里面 我就是没有桃花出现 那也是很难 也是很难 所以呢 在运献里面呢 还是要注意说 希望他还是有桃花瓶出现 如果主星没有 那至少他要有软起星在里面 红然跟踢起星在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也会比较有机会 以上啊 是告诉大家说啊 其实感情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命盘上面呢 只不过是给我们一些指引而已 那如果说你在命盘上面 看起来实在是 既没有桃花 然后呢 那个状况也不太好 一个当然是 不见得要在这个时候 因为啊 好的对象 绝对优于 赶快出现的对象 那你一直把你的生命浪费在不对人身上 那好的人就一直挤不进来嘛 对不对 你开放给一堆渣来排队 那好男人就排在很后面啊 那轮不到他 他累了 他走掉了 怎么办呢 另外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以很理性的 去在情感上面呢 做为自己做很深刻的选择 然后多让自己产生一些机会 那这样子 当然自己啊 就比较容易可以找到到好的后半生的伴侣 离婚表示说 你的人生有所成长 那成长之后 我们一定可以过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